飞机呼啸,一路向南。 显然,这架大型客机改装过, 是专门为前往战斗之地的艺人准备的内部装潢很讲究。 杜怀锦号称千里眼,自从登机后眼睛就不时冒金光。 他的确有些激动,机舱内称得上豪华, 配有会议室、餐厅等,跟平常乘坐的完全不同。 至于影院、大理石浴缸、休息室等更是应有尽有。 此外还有一个武库, 里面放着他们此行可能需要用到的各种冷兵器, 还有热武等,有专人保养。 此时,他们步入会议室, 空间开阔,色调偏暖, 甚至有点滑贵的感觉,会议掌桌、沙发等都是淡金色的, 颇有空中宫殿的感觉。 有专人等在这里,为楚风五人介绍苍狼王的情况。 此行以楚风五人为主, 但也其他人员随行都是为他们服务的。 比如,现在的一个中年人正在打开投影仪, 详细为他们介绍苍狼王的各种情况, 包括巅峰时的战力、衰弱后的生命数值等。 他很专业,从头到尾,话语调理清楚。 很可惜,苍狼没有在河豹最中心躲过一劫, 但即便如此也丢掉大半条命。 这是苍狼能活下来的最重要原因。 此外,那里有一条地缝, 他一头扎进去了,拼命挖洞, 一路向地下冲去, 躲避肉身无法承受的恐怖温度。 至于辐射等, 那对他影响不大。 他在地下藏了数日, 最后才敢冒头, 结果被放在那里的探测器捕捉到画面, 惊动军方。 这头老狼真是命大。 顺风而欧阳清探道, 先后耗掉两颗核弹, 都没有杀死他, 还让他挣扎着逃进洪荒大山, 生命里非常恐怖。 不过, 让人稍微安心的是, 核武绝对可以杀死兽王, 他能活下来是因为没有在核报中心。 接下来, 一个动物学家开口, 讲解狼的习性。 哪怕这头苍狼像是成精了, 不能当作普通野兽来看, 但它毕竟还是一头狼, 有些天性多半改不了。 随后, 医护人员出现, 为楚风他们一人发了一只水晶瓶, 里面是晶莹的紫色液体, 带着物丝。 这是救命药剂, 只要心脏, 头颅等重要部位受损不是特别严重, 喝下它就可以延续几个小时的生命, 等待救护。 还有这种东西, 杜怀锦惊讶, 厚着脸皮, 想多要几只, 因为效用太强了, 多一只就等于多一条命。 对不起, 炼汁这种药液所需的物质太稀有, 目前只开发出少量。 一名老医师说道, 这一次, 楚风他们的行动级别很高, 所以才能配备这种药剂, 执行一般的任务, 根本不可能攻击。 接着, 一味了解云贵高原气候与地理的人, 为他们讲解那里的环境。 至此, 无论是楚风还是叶清柔, 陈洛言等都已动容, 对加入玉须工放心了, 各种准备太充分了。 而且, 整架飞机内都以他们为主, 服务到位。 接下来, 更有专人教他们如何对苍狼王下毒,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各种手段都背着。 最后, 他们更是被领进武库, 挑选合适的兵器, 冷兵器从匕首到长矛, 应有尽有, 还有便于携带的火箭筒等, 陈列满满的。 几人挑选各自所需的武器, 而后有专人帮他们擦拭, 检查是否有缺陷。 当回到前仓时, 顺风儿欧阳青小声道, 我刚才问了一下, 那瓶紫色救命药剂, 如果买的话, 最少要五百万九周币。 他跟个财迷似的, 捂着藏有水晶瓶的胸口, 如果有可能, 他绝对不服用。 杜怀锦也小声开口道, 真跟做梦一样, 刚才我也询问过, 那些武器都是特殊金属炼制的, 是天地一变后才产生的, 价格昂贵的下人。 据说, 我们每人一套装备下来, 少说也得数百万。 还有这样的金属, 连楚风都惊讶了, 他还真想试试, 跟自己的黑色短剑相比, 哪个更坚韧与丰锐, 希望我们都能平安回来。 陈洛言开口, 与虚公准备周到, 说明任务会很难。 不同于普通飞机, 在这架客机上可以跟外界通话, 几人都先后起身跟家人联系。 楚风告知父母要闭关练拳, 最近几天都不能回家。 臭小子, 我还不知道你吗? 乡亲出事, 招惹了江洛神, 你这是躲着不敢回家吧? 王静质问他, 他声音不小, 周围的几人都听到了, 尤其是顺丰儿欧阳清听的真切, 在那里挤眉弄眼, 就是叶清柔也抿嘴,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楚风快速结束通话, 而后将千里眼和顺丰儿叫了过来, 警告他们两个, 以后不准备对他开启特殊能力偷看偷听, 不然的话天天陪他练拳。 两人哭丧着脸, 上次陪楚风练过一次拳, 人差点废掉, 两人知道那是故意教训他们呢。 现在又被警告, 两人觉得晦气, 不远处, 叶清柔笑的花枝招展。 陈洛言很稳重, 看着窗外。 从高空看去, 还是原来的地球, 地上像是没有多少变化, 但是所有人都明白, 那是不可能的。 地面有隐藏的折叠空间, 就是空中都摇曳了, 变得不可理解。 我们好像在绕行, 楚风惊讶。 是, 有些区域看着晴空万里, 但其实很危险, 贸然闯进去, 会迷失在神秘的折叠空间内。 机上的后勤负责人解释道, 这条航道的开辟很艰难, 付出不小的代价, 用无人机反复飞行验证, 才发现一条安全可靠的线路。 最危险的是遇到凶秦, 不过现在我们准备充足, 可以提前预警, 会有火力网锁定。 只要不是遭遇秦王, 问题不是很大。 空中这么危险。 陈洛言促眉。 叶妹妹, 真要有事, 你得保护我们啊。 楚风笑道, 因为只有, 她能飞天。 叶轻柔笑容很甜, 非常妩媚, 大眼眨洞, 道, 没问题, 到时候我提着你们飞行。 千里眼杜怀锦顿时来了精神, 道, 真要出事的话, 老大抱你腰, 我们把你大腿还有手臂 一起冲向蓝天。 去死。 叶轻柔一脚将她踢得飞起, 摔在沙发上。 晚间, 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 楚风关上房门后, 第一时间就想跟黄牛联系, 但是有些不放心。 虽然房门关上门后很隔音了, 但有顺风而在, 她还是不得不防。 对此, 楚风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 粗暴, 有效。 她微笑着敲开顺风而欧阳青的房门, 走了进去。 老大, 快请坐。 哼。 结果, 欧阳青笑容凝固, 翻了个白眼, 直接昏了过去, 被楚风放在床上, 盖好被子, 陷入梦境中。 这个梦有点惨, 欧阳青不断梦到被人拿铁锤敲头。 这下终于安心了。 楚风帮她关上房门, 回到自己的屋内。 她第一时间跟黄牛联系, 开启视频通讯。 黄牛, 我夜晚进行特别的呼吸法时, 冷冽的黑雾越来越浓了, 事后我浑身舒服, 进化明显, 这是不是又要突破了? 黄牛闻言, 在通讯器那一端对她伸出一只蹄子, 进行鄙视, 因为她知道楚风又故意刺激她呢。 我现在想去杀兽王, 你说能成功吗? 楚风问道, 朝死灭。 黄牛只简单地回复了三个字, 我跟兽王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这是楚风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 差了一个大境界, 黄牛敲字, 认真告诫她, 不要乱来。 楚风顿时来了精神, 认真请教, 到底有哪几个境界, 怎样划分的, 她十分期待。 因为她进行呼吸法有段时间了, 很想知道黄牛所在的世界对强者的定位。 黄牛想了想, 决定耐心地告诉她, 免得她鲁莽行事, 不知天高地厚真去招惹兽王。 觉醒, 夹锁, 逍遥, 这是黄牛写下的三大境界。 楚风没有再开玩笑, 而是很郑重地请她细说。 觉醒, 这个境界如其名, 如你所看到的一人, 都是初步的觉醒者, 唤醒了体内沉睡的某种神秘因子, 开启特殊能力。 黄牛怕说的太凡傲难以理解, 直接用最浅显易懂的话解释。 夹锁, 等有一天, 你能真实看到, 自身的体魄上有一道又一道夹锁, 那么你就已经可以跟兽王对决了, 太行山的白蛇, 松山的老园, 蜀山的仙鹤, 都在这个层次。 黄牛将第二大境界讲出, 更是通俗易懂。 逍遥, 地球上没有这种生物, 太高端了, 恐怖无边, 很难达到那个层次。 黄牛摇头, 具体说一说, 最后这个境界。 楚风想知道详情。 正段枷锁, 逍遥世间, 就是这个境界最简单直白的一种, 想要理解的透彻, 通透, 可以看一看庄子那篇逍遥游。 黄牛写道, 楚风有些无语, 想清楚第三个境界, 还要去看古文逍遥游。 这是一片好文, 暗藏大道真意, 值得一读。 接下来, 黄牛开始鄙夷, 嫌弃楚风阅读太少, 还是地球人呢, 连一些有用的古书都没看过。 楚风想揍他, 居然被一头外来的牛鄙视了, 讽刺他文盲, 当真是可忍熟不可忍。 我读过逍遥游, 但没有发现你说的那些大道真意。 楚风说道, 黄牛鄙夷, 快速打出一段字, 摘自庄子的逍遥游篇, 若浮成天地之正, 而欲六气之变, 已由无穷者, 比且误乎待在。 楚风让他解释, 黄牛摇头, 像是在说如此不可教议, 最后他又以最浅显的文字为他阐释, 道, 逍遥的真意, 正断枷锁, 超脱万物, 无所依赖, 绝对自由。 黄牛你什么时候回来? 楚风问道, 总是被一头牛鄙视, 他很想跟他切磋一番。 无以道昆仑山, 神秘小数不少, 但都有大妖占据, 等我先抢下一座山头再说。 我现在这个层次, 应该远胜一般觉醒的艺人吧, 能跟寿王一战吗? 楚风再次询问, 他觉得比一般的艺人强太多了。 他认为, 觉醒、 枷锁、 逍遥这三大境界未免划分得太笼统。 觉醒就是一个大境界, 真要细分的话, 可以引入你们地球的围棋段位, 依照描述, 你现在应该在觉醒的八段或者九段。 楚风看到这一行字后, 心中有了不少底气, 他离寿王不远了, 甚至可以说近在咫尺。 他进一步细问, 将其他艺人列举出来, 进行比较。 一般的艺人也就在觉醒境界的一段或者两段, 至于金刚那个级数应该在觉醒的七段或者八段。 黄牛告知, 觉醒的七段、八段, 绝对是这次一变所诞生的艺人中的绝顶高手。 毕竟, 黄牛只给划分了三个大境界, 金刚这个层次以后肯定有触摸兽王领域的机会。 目前, 枷锁境界的兽王如白蛇、 老猿、 鲜鹤就是巅峰。 逍遥境的生物, 地球上没有。 我这次想去猎杀苍狼王。 楚风将详情告知黄牛, 让他参谋是否可杀。 身子断了, 爪子掉了, 眼睛瞎了, 伤到这个地步, 也就剩下百分之三左右的战力, 倒是可以一试。 黄牛写道, 而后, 他又补充道, 主要是这头苍狼才迈进夹锁境, 勉强成为一方兽王, 还不如大老黑呢, 所以, 有杀掉的希望。 他刚写到这里, 视讯中就出现一道黑影, 大黑牛无声无息地站在他身后, 而后哐的一声给了他一蹄子。 黄牛直接晕了, 没大没小, 什么大老黑, 得叫书或博。 大黑牛叫寻道, 而后冲出楚风刺牙, 露出雪白的牙齿, 道, 小子我警告你, 别带坏黄牛, 什么大老黑, 黑老大, 以后你再敢提, 我直接杀到顺天城去收拾你。 而后, 他果断帮黄牛结束视讯通话, 楚风干瞪眼, 莫名又被黑老大教训了一顿。 第二天, 飞机降落在目的地附近的机场, 楚风他们全副服装, 被一辆装甲车送进云贵高原深处, 进入那片洪荒大山的入口处。 对于艺人来说, 一般的核辐射问题不大, 足以抵抗, 但为了保险起见, 几位还是穿上防核服吧。 工作人员准备充足, 让他们都穿上特别材质的战服。 地面干枯, 寸草不生, 洪荒大山外围彻底化成死地, 一点生机都没有。 楚风, 叶清柔五人走进死地, 寻找苍狼王。 体换, 一定生机都没有。 倒探, 逢 passenger 手向 bronze